其實因爲這件事 因爲罪駕這件事 那其實公司當時都有一些監製 都繼續很疼我 因爲我之前一些演出的表現 他們覺得我OK 然後繼續給我一些角色去做 但是公司有其他的一些高層 他們覺得在這個時間應該要停止我的所有工作 那在公司最後的決定就是覺得 如果是這樣的時間就停止這個工作 那我絕對尊重他們的事情 如果我不做這個事情 又怎會有機會給別人去說呢 但是當時我也都有看 就是覺得如果我繼續在公司裏面 繼續發展的話呢 那個前途可能未必那麼理想 還有我覺得自己如果要去做得更加好 去做得更加大的時候呢 應該是時候要離開了 我覺得 跟公司反覆談過幾次之後呢 公司都覺得在這個時候 不如讓我自己出去試一下吧 這樣 因爲這件事是沒有絕對的 其實可能我出去發展是好 也可能是差 也可能覺得原來走那麼久出去 其實回家是最好的 可能回公司是最好的 都有 既然公司都覺得可能給我一個機會 我出去自己去試一下的時候 那所以大家都有一個決定 就說不如暫時解除了合約先 那不如讓我自己試一下出去外面 廠一下